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1.677美元 卖出價21.698美元 以上資訊由耀材金業提供 歡迎大家來到黃金攻略最新的環節 這部分會和大家討論短期黃金市況的走勢 上星期金額跌得相當厲害 由高位1,360美元跌至最低接近1,300美元 上星期重頭戲聯儲局意識沒有特別驚喜 市場上對於腿市方面的預測 亦有機會押後至今年的12月或下年年初 但美元方面沒有因為這個消息而有明顯的跌幅 事關都是因為大家會憧憬歐洲央行 去到今星期的議息會議上 有機會會減息 所以導致歐元對美元方面大跌 令到美元指數都由79 升到80.6這些水平 由於美元維持短期強勢 令到金額也有一個比較疲軟的表現 如果在短期內我自己看金額 仍然有下跌幅度 看回這個4小時的走勢圖 看到之前上到1,360美元 就做了一個雙頂的形態 跌下來穿了頸線之後 都是跌回整個量度的跌幅 短期內先看回1,310美元的支持位 一旦連這些位置都穿了 我相信進一步下跌的空間 是有機會進一步擴大 所以今天給大家的投資策略很簡單 仍然是以一個沽售的部署為主 當一隻金有機會彈回少許 上去1,320美元的話 就可以去到沽空 下面就駁它穿1,300美元 然後看下去是1,280美元的目標價 上面如果你說不幸 接下來有甚麼消息 令到金是彈穿1,330美元的話 就可以先做指洩了 以上資訊由耀財金業提供 好 好 好